伸展台上的模特儿 展示着剪裁俐落的套装 舞台前方的荧幕 则秀出总统蔡英文的照片 和中华民国国旗 美国华府最近举办首届 第一时装晚宴 由捷克前驻美大使 科蒙尼·契克夫人所创办 希望透过展示女性元首 或第一夫人的服饰 展现各国特色 台湾设计师周玉颖刘勇然 为蔡总统量身打造的 办公套装和晚宴服饰 获邀登台 fashion is a silent language fashion does not use the words it doesn't cooperate with sounds but it carries a message just like any other group of communication and to deliver the strongest message we usually do not use words at all we use silence because silence usually says more 时尚是无声语言 台湾设计师两套服饰 以珍奶和原住民元素 作为设计理念 展现台湾的文化特色和软实力 这场晚宴至少有27国共襄盛举 包括美国 台湾 捷克 波兰 图尼西亚等国 台湾也在现场摆起摊位 向各国贵宾介绍宝岛观光亮点 和著名的格马兰威士忌 推广正在华府展出的台湾形象展 在华み上族华末cend 我用材设计理念 期待 woma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